大家好 欢迎收听生奇异普通话频道 现在在大陆流行着一句话 就是大学毕业就等于失业 其实这句话在民国时代就已经有人在讲 民国时候的宣传是在国民党的统治下名不聊生 毕业就等于失业 但是也要想想 在民国时代的大学毕业生有多吃香 要知道当时连上的小学都很难 所以这根本就是共产党用来抹黑国民党所用的话 但是现在可是实实在在的大学毕业就等于失业 为什么 因为有很多大学生找不到工作 根据非正式的统计 有很多内地人在自己朋友圈内 十个人有七个找不到工作 简历投了出去之后 等消息一等就是一年 甚至两年 有些人索性不等了 回家啃老去了 反正老爸老妈有钱 根本用不着努力 现在大陆的大学生失业潮已经到了非常夸张的地步 最新的说法是有内地的财经报章表示 未来中国的失业潮会持续15年 会有6000万毕业生找不到工作 这些毕业生甚至会进入永久失业的状态 大陆的爆章还有一些现身说法 本来今年的就业就非常凄惨 根据连昭的最新统计 普通本科生和硕士生的就业率是33.2% 就是有超过60%的人失业 而且现在只是刚刚开始 他们估计这一轮大学生高失业潮会持续15年以上 大概等于像浙江 安徽 湖北整个省的人口级别 在说6000万失业大学生这个数字之前 先说一个现身的例子 有一个银行家上个礼拜 在X平台上发布了一张全国公积金统计表 引起了很大的轰动 有人在看完之后回复说 大学生就业彻底崩盘 毁灭吧 图表做得不漂亮 但是内容却触目惊心 图表的下面有解释 这张图表看出了三个核心信息 2015年至2023年的大学毕业生 由749万增加到1158万 未来每年有1100万以上的大学毕业生 而且这个数字会持续15年以上 总共就是有一亿多的大学生 第二 但是整个社会可以提供正经可靠的岗位 却快速下跌 正经可靠的意思就是会交公积金 这些岗位的增速在这两年来快速下跌 2018年能提供699万个职位 2021年提供1108万个职位 到了2023年就只能够提供475万个职位 为什么2021年会特别多 因为那一年有很多白卫兵 医护等临时工 加上政府也在请人 第三 岗位供求剪刀差快速扩大 找不到可靠岗位的人数开始大量累积 大学生的就业形势确实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 为了更加清晰的说明就业问题 他把图中的数据再拿来延伸研究 同时增加了缴纳公积金 离退休老人流出的职位空缺 然后合并起来 推出了一张未来20年可靠岗位缺口的变化图 大学生每年需要1200万以上的岗位 需求越来越多 这是未来20年大学生的毕业变化图 到了2038年会达1506万 然后就慢慢跌下来 到了2044年会跌到765万 这个数字是如何得出来的 2025年之后 大学毕业生数量继续攀升 2016年有1833万人出生 所以造就了2038年前后 大学生毕业人数的历史高峰 2040年之后 大学生毕业生才会下降 原因是出生率降低 理论上一个大学生一毕业就应该要有一个可靠的就业岗位 不可能两个人打一份工 意思就是在未来的15年 每年都需要有1200万以上的新增可靠岗位才能够容赖下这些大学生 第二 GDP的增长只能够提供到360万到450万个可靠岗位 2016年GDP的增长是6.8% 2017年是6.9% 2018年是6.7% 2019年是6% 2020年是2.2% 2021年是8.4% 2022年是3% 2023是5.2% 然后今年的目标是5% 但是都知道中国的GDP是假的 没有人会相信中国去年有5.2%的GDP增长 从2016年到2022年 每一个百分点的GDP增速平均可以带来127.2万个可靠就业岗位 但是2023年的每一个GDP只能够创造91万个可靠就业岗位 所以GDP增速对人力需求的强度降低了 就是说以前1%可以增加100多万 现在只能增加91万 使用率越来越低 而且在使用率越来越低之余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它的经济增长当中很多假数字 当中创造了很多假的GDP 而且还有假就业 这两个数字看起来好像不太差 但是如果你把真正的泡沫给抹掉 可能会比想象中更严重 他说有6000万大学生失业 但是我想真实数字多一倍都不止 插一段广告时间 然后开始出现了一个现象 就是你一定要找到工作 才会给你发毕业证书 也就是说在人为的压低失业率 人为的压低出来找工作的人 为什么要这么做 因为他们要交代 不能够让失业率标的太高 我让你毕业 但是你出来找不到工作 那你就会被算在失业率当中 那我还不如不让你毕业 你要毕业证没问题 但是你要有一份单位的证明 证明你已经找到工作了 这样我才给你发毕业证书 这样就可以把数字抵消掉 你不是失业人口了 所以在大陆就出现了假就业 就是有一些大学生 会去找那些商家和公司 跟他们签一份合同 你帮我出一份证明 证明你替用了我 不用你给钱 不用你负任何责任 反过来我还要给你钱 然后我就凭着这张证明跟学校交代 证明我找到工作了 让学校把毕业证书发给我 然后等拿到了毕业证书之后 再去找工作 所以实际上职位的需求可能会更大 所以看中国的数字完全不可靠 他们估计的六千万支是根据 相信中共官方提所供的数字 中共官方的说法有多少水分 大家心照不宣 中共说有六千万 但是真实情况有可能一亿二千万都不止 现在大陆有一段很火的影片 有一个男人看起来挺有钱 他说 现在中国已经没有希望了 为什么 因为在那些夜总会里面 那些出来做台的小姐 全部都是这两三年的大学毕业生 他们找不到工作 你的就出来做鸡 男的就出来送外卖 当然如果长得帅一点的也可以去做鸭 现在全国的年轻人都是这样 丝毫没有出路 不做鸡的话根本没有收入 因为所有的公司都无法创造出工作机会 而且经济陷入萧条 公司赚不到钱就要裁员 而且现在中国还要搞所谓的心智生产力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 就是不需要用到人手 做新能源汽车不需要太多的工人 全部都是计算机化 机械化 现在在大陆已经没有了希望 大陆的毕业生已经完全绝望 你的要出来做鸡 男儿只能够送外卖 这已经变成了不争的事实 你的当年纪再带一点 连鸡也没得做的时候 那就也只能够出来送外卖 那你说前景会有多差 简直就是不敢想象 因为到处都很萧条 网购打死了所有的实体店 实体店被打死了 需求就不大 本来以前是要请销售员的 现在不用了 全部都是网购 店铺也不需要请销售员了 卖鞋的 卖衣服的 卖家品店的 卖名牌的 现在人工已经减低了 因为人手的需求降低了 我没有那么多客人 客人都跑去网购了 做网购的 现在全都发财了 拿着钱在外国花天酒地 但是在中国找不到工作 因为实体店全都被打死了 商场没有人逛 全部都跑去了网购 地产商也死翘翘了 就是因为钱全都被网购赚了 有人说中国现在很好 问题是你有班可上吗 还说科技很先进 科技先进的话 首先被淘汰的就是你 淘汰你的家人 淘汰你的子女 等到以后连外卖都没得送的时候 你就知道科技有多好了 以后如果用机械人来送外卖 你的儿子也会被淘汰掉 当然长得帅一点 还可以出来作压 否则的话就等着完蛋吧 这一节暂时先讲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同时开启通知小铃铛 以获得我们频道最新的动向和内容 我们诚意邀请经济许可的朋友订阅 大家也可以用免费模式支持我们 帮我们欣赏广告 也欢迎大家踊跃留言 与我们互动 把我们的节目分享给您的亲戚朋友 感谢您的观看和支持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所以我们下期节目